HELLO 大家好 我是莫提 今天要介紹的法爆達瑞文厚呢 今天還介紹的是法爆賽恩 他爆發傷害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玩起來爽度也很夠 一集就能夠融化全場 堪稱是S6最強的坦克 然後提醒一下就是 10月31號前有加入YouTube會員滿兩個月的 就可以抽價值近3萬元的ROG Phone 5電競手機一台 到這個月底就截止囉 而且還可以在另外抽iPhone 13 Pro一台 也就是說一次可以抽兩台手機的意思 而iPhone的抽獎辦法是計算你列連來加入 YouTube會員總共有幾個月就可以抽幾次 詳細的抽獎辦法可以直接點擊下方資訊欄會有詳細的說明 算是一個一周年的大回饋這樣 加入YouTube會員呢也可以第一手接收到戰棋的攻略 像是S5.5的寂寞充分攻略也在今天有給全體的會員了 是我在中式競技場玩下來呢幾乎都有前四的一個神證 也就是因為真的太強了 所以我現在已經爬上第四個中式帳號了 而且11月4號S6正式上線後呢 會員也會是最早接收到上分攻略的 至於不想參加抽獎的人也歡迎訂閱一下我的新血針 或是加入我們的FB社團波提遊戲討論群 裡面有很多的大神都會分享陣容和打法心得 我有客人會親自回覆會是看過的 應觀眾的要求還有免費開放Discord群給大家同樂 也可以點擊下方的資訊欄還有置領留言 都可以收看聯盟戰棋的圖文攻略專區 了解各種精英的進階技巧 好首先呢就是要來先跟不了解S6的朋友稍作說明一下 這版本的主要核心都是圍繞者、海克斯科技 一整場遊戲下來可以挑選到三種的效果 分別會在1-4、3-3、4-6的時候出現 出現的效果還有分成初級、中級和高級 高級就是這個彩色的 這些效果都是隨機出現的 這也讓遊戲添加了更多的趣味性以及各種可能 也就是說因為有這100多種效果的關係 使得這季的戰棋獲得了非常高的評價 可以說是最好玩的一個版本 這個版本建議大家前期可以去選擇用 蠻勇鬥士、革新奇才、生化科技 或是說像我現在去選用的 扣格魔這種強力單卡 下去過度都可以穩定鎖住你的血量 那如果說你今天可能是比較貪財的 你就可以去選擇用海賊傭兵 或者是用約達爾人 我覺得也是還蠻不錯的一個選擇 約達爾人呢他湊齊三個的話 他就會免費一直給你那種低配版的英雄 他有可能給你一費的 然後給你兩費的或是三費的 其他就有點像是低費版的容易的那種感覺 就是他不是靠孵蛋 然後也不會給你裝備 也不會給你可能妮可幫啊 或是說自然之力之類的 可是呢他會穩定的給你一些金流 就是他有可能一回合就給你個兩塊錢三塊錢 我覺得也是不無小補這樣子 這裡的話呢我就先去選用了寇格膜 然後搭配上了惡連擊射手 以及我們的蠻勇鬥士 然後再搭配就是凱特琳 因為凱特琳他可以再跟我們的寇格膜去做搭配 狙擊專家的話他就是每多一個格子 然後他就多一個7%的額外傷害 所以這個7%的額外傷害不是只有那7%而已 而是一個疊加的就是你的那個格子越遠 他的傷害就會越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一星沒有帶裝備的凱特琳 其實他就可以幫你秒殺一隻角色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那個輸出表 他的傷害是非常的高的 因為他射那一發呢傷害就很高 他現在才一星而已 然後打的傷害是跟我們的克格模式差不多的 而且我們克格模式有帶裝備的嘛 這邊我們遇上的就是對面他是用拼裝高手 然後所以他有三件套 他就湊出了4個的這個拼裝高手 所以算是還蠻強力的 因為畢竟他的裝備是比我們多的嘛 那這裡的話呢我們是很可惜的沒有辦法去拿下連勝 我想要的一個狀況就是 雖然說我們剛剛可能有柯加斯可以去選 或者像這裡我們有一個漢莫丁格可以去選 不過呢為了就是讓我們的經濟可以是一個最好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就沒有再去拿像是漢莫丁格啊這樣子的角色 因為我希望我的經濟是好的 所以我就是還是這樣子慢慢的下去運營 反正把你的經濟先穩好就對了 好這裡呢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呢已經強行升上了6等 他有可能是想要爭取連勝 那如果說你今天想要爭取連勝的話 你去看了一下全場玩家可能都比你爛的狀況下 是可以在這邊升上6等的 不過我不建議盡量還是在3之2再去升上6等是會比較好的 好對面的話呢他就是搭上滿勇鬥士我覺得 卡特滿勇鬥士有點饒舌 其實就是武鬥家嘛 好這邊我們對上算是他還蠻強力的 因為呢他還有一個就是發條裝置 發條的話就是可以去增加攻速 然後我們這邊被這個 這個算是什麼被繳褻了就是他的這個 奎恩呢可以繳褻我們不過可以看到我們的 寇格魔還有就是凱特琳打的傷害還是 BerryBerry的高對面呢 他是用約德爾的 而且他的裝備很好還有他的三費卡已經是二星的狀態 就是他拿到的牌其實是真的還蠻多的代表說他很前面的時候 他就開始約了就已經很很早就開始約了就很早就開始開約了 所以他才有辦法就是讓他的現在三費卡的維克斯就已經二星 甚至他的LULU就是全體都已經二星了 還蠻不錯的就是他還蠻有機會可以去挑戰三星的維加 這裡的話呢好我們再出現就是第二個我們的海克斯的一個選擇 我覺得這海克斯的選擇呢不是那麼的好 因為他就跟我們後期可能要轉的陣容就不太搭配 所以呢這個海克斯的科技有一個蠻大的缺點 就是呢他蠻靠賽的 而且他有可能會根據你現在的場上的角色 下去給你那一些海克斯的選項 也就是說如果你是一個就是只是拿角色來過渡的一個玩家 運營型的玩家的話 你可能會就是被海克斯衝康就會被擺了一道 不過我覺得這就是要看你的隨機應變的能力 那因為我要拍片的關係喔 所以我就是直接鐵頭到底了 這裡的話當然是拿這個拳套啊 我希望的是我們的賽恩可以去拿一個法爆無盡 就是整個暴力輸出的裝備 然後直接把後排前排的角色一套就直接秒 一擊必殺的那種感覺 因為這樣玩起來比較爽嘛 好對面呢他是玩這個 他已經有二星的寇格摩 而且他是養他的馬爾沙哈 不過我可以看到我們的寇格摩狂噴猛噴 而且他是法爆無盡寇格摩一千多的傷害 我有沒有看錯 太猛了吧 這裡進了一個拉克斯 如果說我們今天是想要上分的話 我覺得是直接玩拉克斯是一個很好選項 因為拉克斯的傷害其實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不過呢因為拉克斯我已經玩過很多把了 而且我覺得拉克斯大家應該也看過很多次了 所以我就決定不玩拉克斯了 所以就是繼續用我的寇格摩繼續過度 沒想到非常強 強到不行 直接一個拿了四連勝耶 好猛啊 這個寇格摩真的是神角無物 而且我發現他拿著法爆無盡 他的傷害真的是very very的高 好這邊掉了一個水滴 算是沒有什麼太大的作用 我希望的是可以就是 嗯喔有一個大劍跟甲子 那大劍跟甲子的話我覺得是蠻好的 就是要嘛我們今天是配無盡法爆跟這個太坦 不然就是直接配復活甲 我覺得復活甲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那這裡的話我就是直接把這個復活甲給合起來了 因為反正就找點盒裝的話 後面也都才用的到 對面呢他就是合出了一個非常強力的羈絆 而且他的札克是已經二星了 也抽到了 對面一個垃圾車 不過喔我們的寇格摩可以嗎 哇傷害非常非常的高 喔我們這個一個二連殺 直接把對面的垃圾車給打爆了 喔我們這裡拿了一個五連勝 這裡我就先把 欸另外一隻角色那個忘記叫做什麼 啊161161把他賣掉了 那非愛的話呢就可以跟我們的 凱特琳先湊一個直發者羈絆 那直發者的話就是他可以綁人 他就是有點像是西風的那樣的感覺我覺得 就是他可以隨機綁一個 嗯那個血量最多的一個角色 那對面的話 他的波比的血量是最多的 所以他就被我們綁起來了 喔我們這裡 寇格摩雖然是三星的波比 不過狂噴猛坑 但是我們這個寇格摩也太強了吧 這真的是二費卡嗎 不是我就問這是一星嗎 這是一星嗎 一星這麼強的是不是 好我這邊還有湊一個奧術大師 奧術大師他有點像是 呃以前那種巫師啊法師的羈絆 不過呢他是全員都有給法強的 所以這樣子我們的寇格摩也有吃到 對面已經垃圾車二星了 喔結果已經直接被我們秒殺 對面他的角色的搭配就是 他去主養了這個垃圾車 那垃圾車的話是一個四費卡 四費卡二星還被我們這個 二費卡一星打爆 我覺得是有點誇張啊 我們寇格摩在這邊輸出了五千 好其實我們這支影片呢是要拍寇格摩才對啊 我覺得他寇格摩非常適合這套裝備 就是法暴無盡打出來的傷害非常可怕 就是有點猛啊不太像是一個二費卡 我覺得他應該還要再砍多一點點 就是他整體的傷害來說是真的太高了 已經不是攻速不攻速的問題了 就是他的傷害實在是太噁心了 好這邊因為我們給他配應能者 應能者呢他這個效果大家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效果是有一點點隨機的 也就是說他不一定是每一場都是一樣的 好應能者他的效果是會隨著每一場遊戲去做轉變的 也就是說我在這一場遊戲從開始到後面 他可能會都拿到全能的吸血 又或者是說他可能會直接拿到 像是20%血量一下都斬殺 我覺得斬殺是最強的 也就是虛空之力那個是最強的 好這邊呢你看他真的是就是跟著我們的 現在目前組成的角色去做一個 就給那個增幅裝置 所以他這邊就給什麼學者啊 藝能啊 有沒有都是我們場上有的英雄 那這就很尷尬了 就是我最需要的是帝王轉 那也因為我們這三個就是 增幅裝置給的海克斯效果 說真的真的是爛到可以 爛到流湯 還好我們是打一個八連勝 不然呢這種爛到流湯的海克斯 基本上應該是直接就是可以第八再見了 好還好已經有人下去了 我覺得我們現在過度的強度真的是非常高 最怕遇到的呢就是那個薩蜜拉 二星的薩蜜拉的強度也是非常高 尤其是他還有去搭配就是帝王的那個羈絆 然後還有站在那個社交名流的那個框框之中 他的薩蜜拉已經抽到六張了 哇已經是準備要三星的階段 而且呢他還有養這個蒙多 蒙多也是一個非常強力的坦克喔 他算是比較偏硬的那種坦克 比較不是打輸出的 所以我目前感受下來呢 賽恩的輸出比他高的是太多了 然後我這裡欸 喔喔喔喔喔喔 扣格摩打個兩三八 結果 就把這個蒙多給瞄了 不可思議 喔這裡可以嗎 我們有復活一下喔 復活一下一刀一刀一噴 一下就把對面的二星的薩蜜拉給帶走了 不是 九千多傷害 一星的扣格摩打的傷害跟二星的薩蜜拉一樣高 所以大家應該知道要玩誰了吧 好我們這場其實就是來介紹薩蜜拉 欸不是 來介紹扣格摩囉 好這裡我刷到了賽恩 所以我就想說好那也是時候了 該我們的主角上場了吧 不是完全被搶盡了所有的風采啊 賽恩加油 挽回局勢 這裡呢 我就是稍微先去做一個轉正 好 我先去搭了護法 護法者 然後還有奧術啊 學者 因為我們有抽到一個學者的海克斯 所以就搭了一個學者 就是珍娜 然後我想說也可以幫忙補個血嘛 所以是還蠻不錯的 這邊呢 我就在想說 到底要把什麼裝備給寵住 我覺得賽恩的話 可能也不太需要這個伏擊之手 所以我就把它重組掉了 沒想到 拿到的裝備呢 也說是還蠻爛的 但是這個日顏還蠻看用的啦 還算OK 還算OK 好這邊 珍娜的話就是擺中間 大家如果不太知道擺位的話 就是盡量去看一下 欸那些角色啊 大概呢 他們的技能效果是什麼 然後盡量把它擺在一個合理的位置 喔我們的賽恩一級 有沒有看到一級 對面全面全倒 然後我們這邊 賽恩可以再開出第二下嗎 當然是不行的 因為對面一下就倒光了 如果說對面可以再撐一下的話 我們賽恩是可以打出第二下 只是他們真的是 有點肉不驚風喔 沒關係我們這邊拿下了一個十連勝 那也就是說 我們寇格爾摩雖然被我們換掉了 但是賽恩呢 的確是展現出了他的威力 在這裡我先搭出了三帝王 這個帝王的效果也來跟大家解說一下 就是在戰鬥開始時 在上一場的戰鬥中 造成最多傷害的帝王會成為暴君 暴君呢會造成一個額外的傷害 當暴君死亡時呢 在本場戰鬥中造成最多傷害的帝王呢 就會成為一個新潤的暴君 也就是說 如果說你是每一場最強的暴君的話呢 你就會得到一個額外的傷害這樣子 而且呢這個羈絆呢已經被改強了 也就是說五帝國他的羈絆呢 是還有在上調的 他的整體的傷害 還有再去給其他的角色 再去給一個40%的額外傷害 畢竟五帝王湊出來的時候 其他的角色就會跟廢物一樣 就是有一點廢 像是來看戲的有點多餘 所以我覺得官方的這個改動是還蠻必要的 不能只有我們賽恩一個人秀嘛 其他部門都是追在那邊看戲而已 好我們這個賽恩舉起他的大槌子 喔對面呢會先被暈眩 就是他的傷害非常高之外 對面還會被暈眩 所以這也是賽恩很噁心的地方 那喔第二下終於是給我暴擊了出來 那他有暴擊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他的傷害是非常噁心的 就是我覺得看蠻吃人品的吧 但基本上都是會暴擊的啊 那沒有暴擊的話也真的就是算蠻衰的 因為畢竟已經法暴無盡了 所以法暴無盡算是他一個必備裝備 如果說你真的這麼怕他沒有暴擊 或是傷害不夠高的話呢 我覺得你也可以給他法暴法暴無盡也是還蠻不錯 或是說法暴無盡死貌 欸那也是還蠻噁心的喔 所以我就先拿了一個科技槍 其實我是想要拿貓咪啦 因為就這隻角色的話可以剛好去替換掉萌多 因為我們這個體系呢是不需要萌多的 我們現在只有湊到四帝王而已 那之所以會去配上四帝王 也是因為呢就是剛好有一個帝王轉 然後我在這裡一直沒有去刷到就是那隻刺客 那隻刺客叫塔龍 塔龍在這個版本呢已經被變成了二費卡 非常可憐 好剩下的裝備呢我們就先給塔里克 這裡我們的賽恩可以開秀嗎 三帝王賽恩喔一下對面的球女直接蒸發 就那一整條的人都直接蒸發 好我們這邊賽恩又要開出第二下的傷害 不!瞬間融化 有沒有遊戲就是要玩得這麼爽啊 一萬三打兩下就一萬三的傷害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賽恩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一個存在 最強坦克就在這裡 好這裡呢我是稍微拿了一下Yumi 因為覺得學者的話能湊也是OK啊 但是我們這邊拿了也太多的珍娜了吧 已經奪下了13連勝 然後因為我在想說要不要來刷一個三星的珍娜 所以就稍微刷了一下牌 欸這裡終於是找到了我們的五帝王 剛剛呢三帝王就已經傷害非常非常的高了 這裡竟然可以湊出五帝王 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我們這個賽恩的表現如何 他是先被吸封了 不過沒有關係喔二星的維克特是不是一下就被融化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喔他二星的維克特完全沒有輸出的空間 一下就是直接被捶死 爆捶憤怒的鐵捶 喔這邊掉了一些奇怪的裝備 不過嗯還算可以吧 我覺得其他角色的裝備也不是那麼的重要 只是除了賽恩之外 其他都只是配角而已 只是來湊羈絆用的 所以並不是那麼重要 欸這裡 喔我真的要三星了 但是呢我故意不三星怎樣 我就是要讓我的賽恩再多秀一下 讓證明我們的賽恩有多麼的強力 多麼的暴力 所以這邊我就故意不三星 讓你我保留一個三星的權利好不好 好對面一發就被我們給融化了 好這個 菁克斯跑到了我們的後面來 不過沒有關係 欸他雖然飛起來之後然後創造了六千多的傷害 但是基本上呢 他跳到後排也是會被我們的角色去圍剿 所以就是我覺得賽恩的話真的是算蠻噁心的啊 基本上打兩發然後對面就會團滅了 這裡呢我們拿下了十五連勝 不知道我們還可以燒多久 但是呢各位啊各位 你看他的蒙多兩個好戰 超級無敵毯 蒙多現在呢是被削弱了蠻多的 就是整個生化科系的一個體系都被削弱了 所以是沒有到以前這麼的強勢這麼的OP了 好這邊我們先砸了一下 那因為他有嗜血者 所以那個護盾呢救了他 好這裡我們再錘一下 喔 結果是錘到了另外一邊 不過喔我們其他的角色 我們還有一個薩蜜拉呢 而且他完全打不動我們的塔里克 因為看到呢我們的賽恩呢 每一個回合都是打一萬多的傷害 喔 這裡優咪有點想把他抓起來 畢竟呢我們好像是可以去升上九等的 我本來是想要先稍微去刷一下 就是像說看看有沒有辦法讓我們的賽恩升上三星 這樣子他的傷害就會更高嘛 而且就是玩起來就更爽一點 結果沒想到一直刷不到賽恩 我也是不懂 然後呢對面他是玩賭薩蜜拉的 他的薩蜜拉被我卡到包 我現在也有非常多隻的賽恩 不然這會非常多隻的薩蜜拉 喔這邊我們的珍娜幫忙奶了一口 我會去配上護法者的話 主要就是因為我希望就是 我的珍娜還有這個塔里克可以幫忙補一下 就讓我們的賽恩可以穩定的開出第二發的傷害 有沒有看到一萬九的傷害超級無敵高 看了一下他的雜克是三星的 所以其實也是非常硬的 基本上在打坦克的時候是會比較劣勢一點點 不過呢基本上也都打得死 只要你呢有湊出個無敵王 就是打得死這樣子 這裡呢我先先等了 然後想說應該不要讓這個嘉里歐來秀一下 因為我們的嘉里歐呢算是一個蠻空長的一個角色 不過我覺得呢 嘉里歐的話還是蠻吃裝備 就是這個塔里克的裝備 應該要去把它拔下來然後給這個嘉里歐 所以這邊有點像是在做一個小小的測試 然後我看到對面的薩蜜拉是擺在左邊的 於似乎我就把我的賽恩也擺了過來 結果沒想到遇到的 是這個基因克斯 然後呢就在我要開大的時候 他的基因克斯直接開走了 直接飛走耶 然後跳到了後面 哇這裡真的是沒有想到 就是擺位沒有擺好 本來以為是去對到的會是薩蜜拉 結果沒想到遇到的是基因克斯 那還是擺中間 會是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就是擺在中間的話呢 你的那個賽恩比較不會說 離那些你的主C太遠 就是如果說他們的角色擺在突然換位置的話 你才不會措手不及 所以擺在中間我覺得是比較好的一個辦法 還有就是我們剛剛這個嘉里歐太卡位置了 他一次就卡了我們兩個角色的位置 所以還是就是大家互乏者體系的 我覺得是會比較好 因為這樣你就不用就是讓你的嘉里歐佔太多的位置了 喔他的萌多非常的硬 啊這個生化科技萌多 喔敲一下沒有死 不過他後排全部都已經死光了 好對面這個有沒有基因克斯站在這裡 喔這邊直接1700的傷害灌了過去 好猛啊這個賽恩 然後這個萌多呢 還在狗眼殘喘之中 我們這裡呢也有珍娜 而且還有貓咪 然後就是各種角色都會奶會C 所以他完全沒有辦法打得到我們 最強的坦克就在這邊登場了 又男又坦傷害又高超級無敵噁性的人肉炸彈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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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